《人權觀察》執行長羅斯表示 中共最懼怕的是香港反送中運動 喚醒大陸人民對自由的渴望 中共試圖利用其經濟和外交影響力 讓外國維護人權的批評者沉默 羅斯認為 民眾是變革的推動者 他敦促聯合國秘書長發聲 維護中國人民的人權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週三 否認報告指控的事實 人權觀察表示 中國政府對全球人權構成威脅 為了保護所有人的未來 各國政府需要共同行動 抵制北京對國際人權體系的攻擊 新唐人記者李梅、于薇 綜合報導